日前和平村长周鸿源因病过世两年半任期 按照规定秀林乡公所要派任代理村长一职 为了延续前任村长周鸿源他的遗志 持续将为民服务精神给落实 秀林乡公所派任了殡葬管理所的所长林家文来站带代理村长 落实公所推动和平村各项事务达到无缝接轨的目的 和平村代理村长布达典礼在和平村村办公处办理 秀林乡公王明贵代表会主席赖俊杰 秀林乡各区代表以及各村村长都陈王官礼 秀林乡公公表示感谢所有贵宾来参与和平村代理村长林家文的就职仪式 林家文目前是秀林乡公所殡葬管理所的所长 在秀林乡公所服务十年曾担任过和平村干事 农金客员文官客员以及殡葬管理所所长表现非常称职 在担任殡葬管理所期间各项业务推动都非常杰出 同时林家文也是和平村的孩子 聘请他担任和平村的代理村长是非常适合的 相信能够延续前任村长庄宏员的一致 持续地将卫民服务的精神落实在代理村长的任期之内 来这里当代理村长一定他能够加亲救手 当然我还是要勉励他 希望在未来的各项事务能够无共接轨 希望把和平村村民的声音能够如实尽速回报公所紧急处理 我们家文在这里能够倾听语意 也祝福家文在这里能够顺利圆满 在这里也拜托各位和平村的乡亲 家文如果这不足的地方 我希望大家能够来跟公所联系联系 也给家文建议也给他们支持 我相信留下而上的政策 能够施行一定是生生利利 和平村代理村长林家文表示 针对村长推动村务工作时提出的建议 他也会尽速地配合落实公所推动和平村 各项达到无缝结果的目的 我现在主要主要推的工作就是 第一个我会保持服务热成的心态 接着虚心虚协的态度 现在已经是资讯化的时代 很多是你会用LINE 或者说别来电话 你会对你拖空 我们主要是推动动视 跟推动我们这边的事物部落的工作 这是我所要集中的 当然我会秉持依法性的态度来处理 这会是很好的 所以我所谓的事情 修订下等我们可以表示 前村长周洪源因兵过世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公所考量相对推动自行顺畅 特别派人林家文所长来担任代理和平村长 也希望乡亲们能够配合公所推动各项业务之外 有任何问题可以向林家文反映村内的事物 共同来营造和平村更幸福更加美好 今天就容易休想不到